齊鶴虎斯文 不用等 馬上看就是你 大家好 又回到齊鶴虎斯文的時間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篇古文 就是方孝宇 方孝宇就是明初的文人 他也是一個官 當然朱元璋的時候已經是 之後見文帝的時候 他是出任何能可視 聽到這樣大家一定會想到 會不會提到那個所謂豬十族 所謂豬十族就是燕王朱弟 即明成祖 起兵就攻到南京 見文帝當然不知去了哪 後落當然正常就像上書大人 風吹邊邊跟邊邊 但是呢 方孝宇就不是的 方孝宇一定不會 轉態去跟明成祖 雖然同樣都是聖珠 同樣都是大蒙江山 但當然 方孝宇有方孝宇的前因 他不投降 當然就一定是被捕 即是被捕坐花廳 即是收監 尤其是呢 明成祖朱弟 當然也知道方孝宇的那個 文法修養的場 本來就想命令方孝宇幫他寫一篇 職位詔書 以示自己起兵職位的合法性 通常那些所謂登基詔書 通常都是事後寫的 即是自古以來一定 以示自己的合法性 所以為什麼 譬如 之後好像大家記得 雍正皇帝 會不會說得位不正等等 雖然有很多的理據 但一定會有人挑剔的理據 就是 你的登基詔書 是你登基學寫的 你說什麼都可以 是不是 那同樣道理 明成祖 想找方孝宇寫這篇 方孝宇寫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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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逆之七亡 一定會殺 所以方孝宇去死 後才才大概40點 說回了 之後 所謂豬十族 聽說是豬九族 幾代父母 姑媽姑爹等 都團隊殺死 十族 之下 其實方孝宇也要殺 當然這段故事本身出自竹枝山的《野記》 《野記》當然不是正式的史書 正式的史書是官收律史 竹枝山寫的很明顯 《野記》當然不是 所以大結局,方孝瑜有沒有被名稱為諸十族呢? 這裡是值得相確的 但是看方孝瑜列傳大概的記載來說 被諸連的人 殺方孝瑜以諸連的人 達達四十多人 所以方孝瑜當然文章是出名的 正如清代張庭玉在《明史》寫方孝瑜列傳的文章 他每一篇出門都是真相傳重的 因為我第一次介紹方孝瑜 所以我會多說一些 其實說回方孝瑜 他有一套著作叫做《宋志齋集》 裡面會提到一些歷史人物 譬如諸葛丹、唐忠忠、郭子儀、張九寧 今天說的是這個《吳士》 方孝瑜每一篇都會提到對這個人物的歷史的淺意 他這個寫法有點類似那個 歐陽修寫五代史也是這樣的 只不過歐陽修寫的五代史是正史 而方孝瑜寫這個就不是正史 當然啦 方孝瑜寫這些都會記實他這樣寫 一定是真人真事的 而吳士實在是真人真事的 那這篇東西 吳士是什麼時間的人呢 就是 原代末年 那吳士呢 當然也是跟隨了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起義的那些文變 那方孝瑜一定寫是真人真事的 那原來呢 那這個真神真事是怎樣的呢 講了那麼久 就給大家看看吧 他整段文字大概三段 但其實都不是很長的 吳士好誇言 至高其能 為舉世莫及 由善談兵 談必推輸 吳士這個人呢 就是 很出名 就是 跨打其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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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大家都不容易 就是 尤其是說用兵等等 就是 一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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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所謂 孫子不起 這些 這些 那些人 好了 預言貴亂 將士成 清亡孤蘇 與國朝真雄 兵未決 是揭 事成 就約了 天下形勢 莫便於 孤蘇 六伯 莫便於 孤蘇 駕兵 莫便於 孤蘇 然而不霸者 將劣也金大王之將 佳任志 將兵 任志 將兵 戰而不知兵 此小於鬥矣 亡果能 將五中願可得 於姓小敵何友 是 以為 禮為章 聽字 無兵 戒 師 勒 你 物語 教贏 叔 讀了這段 大家都 文字和淺白都不明白 當然 無事就不跟書完章 所以 跟章事成 就是 其中 原代所謂 反原其中一個群統 與國潮 與國潮 真與國潮 就是名代 張士成 無事就跟章事成 和朱元章 爭 無事 當然 Sale 就出一條 章事成 所謂這些章 章事成 張士成 聽完 咦 都可以 好 點列為將 你 要付多少兵馬 任你安排 施錄 有什麼意思呢 計算支出等等 張士成 交代 你就不要跟他計較 似乎 張士成 好像 用人不移 人不用 我們繼續看下去 事常 右前堂 與無乃 路人交 逐無兵於前堂 無乃是皆喜從之德 官者數十日 月微六萬計 嘩 不用看那麼大 讀到你應該要看那麼大 日商與港 激刺座之法 下則斬性 斬身 一句酒飲飲 其所無止 實未上 能將兵也 理曹公 破前堂 事及西夏 動去不禁小格 守得 綁至玄門諸之 誰死猶躍 如是酸無兵法 又無月 如是異篇 如以世人之好彈 者死於彈 浩跨者死於跨 而忠心不知其非 者還在 還以 豈不或哉 又無月間 客譚異類 異是類之之書 以為世皆 那吳士呢 剛才說到 剛剛說到第一段 他這部份 就是吳士 出一條招 給張士誠 張士誠 又聽他 原來這條招 說來講 都是光彈白話的 就是 孤蘇 這裏 屯兵 啊 今天 大王張士誠 不要用那些 所謂無本事的人 搞到戰而不知兵 變成 自己打自己 綠鼠打架 那樣 說這些好像 剛剛是有忍的事 其實也是 可惜 把事情都聽過了 對不對 就是以為 以為用這個 吳士 這個人 真是中原可得 啊 但結果 呢 張士誠 去到前堂 其實認識那些人 都是一些 所謂 懦人 就是懦夫 其實 請 到了武兵 在前堂 那裏武兵 根 吳士 去從軍 其實都是 無賴之事 請的 招回來的人 不是很多 得官者數十人 但是呢 花費就大了 月微率萬計 數以萬計 就是 你說的 和做的 很明顯 就不成對比了 日相與港激次助作之法 當時 古代分裂士兵 也有做 sit up 即是有做sit up 的 助作的意思 就是 什麼 類似 今天所謂的sit up 都有做的 好像 這個表面 然後 又斬雞頭 喝酒 然後 就 這樣 就請了 一些 將士 回來的 根本 十未常能 將兵也 根本 就是無德的人 打了將 好了 後來 朱元璋有個部下 叫李文宗 李文宗 封了曹弓 所以 叫李曹弓 打到你前堂 吳士下邊的人 除了 鈍去 不敢 小格 即是 封了去 小格 即是 反抗 反抗 意思 多數都不敢反抗 即是 直接封了去 舉白旗幣 也不會 當然 朱元璋去部下 李文宗 通常捉了他 就沒有價值 殺了他 那 吳士呢 當然 結果也是一樣 被李文宗這樣 推他 然後 殺了他 臨死前 還叫 我 兵法店 還大聲叫 我可以的 你不要殺我 你用我古國 當然 朱元璋 跟李文宗知道 這件小的 殺了他 對不對 又 月露不事以偏 又 即是以上 那原來 朱孝儀呢 當然 一定讀過 知道這些人 真的太厚了 如果真的懂得 書 他就見了 世人 浮誕者 死予達 浮誇者 死予誇 他就這樣認為吳士 這個人 終身不知其非者 眾矣 這些人 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而在當時 吳瑜之間 流傳的故事 就是這個吳士 這些 就是用來當笑柄 在內書裡寫 方孝儀這樣寫 很明顯當然 也是數次 一些誇大其詞 做不到事的人 結果 不得好死 死也不知道什麼事 死而不知悔改 這種方孝儀寫這篇 當然是 警示犯犯人 就不要誇大其詞 而方孝儀寫這篇 大家會感覺到很大對比 就是如何誇大其詞 而實際成為最後下場對比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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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儀這樣寫的筆法 就真的好像以前 所說的那些 預言 也有些像 即是 即是 劉基 那些 即是 關於劉基 以前也說過一篇 大家可以看看《柴古斯文》 而方孝儀 因為之前所說的 方孝儀喜歡寫的 真人真事 所以 就反映到 當時的 社會問題 即是 會不會當時的人 真的喜歡 誇大其詞 但無論如何 原目 原來末年 不是這個 真是誇大其詞 結果 即是 即是 將事成結果 是被主人 打敗了 那 這件事 他寫的手法 真的跟歐陽修 都是一樣的 即是 我認為都是 所謂 新動 一些 即是 我覺得 歐陽修 這個寫法 不新百種 我不知道大家 讀完之後 會不會跟我的想法一樣 跟歐陽修類似 或是 甚至 他寫得更好 像韓語 或是司馬千禁神 大家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 可以在留言 告訴我 今天就會說到這裡 下次繼續和大家一起 一起看故事物 拜拜